是最好吃的植物骨 它是那種淡淡的 哈囉 哈囉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Sabrina 我現在人在南法的一個城市叫尼斯 尼斯的英文就是 它那個spelling就跟nice 是一模一樣 但它的pronunciation是nice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很久很久以前第一次拿到這航班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這城市 就想說 am I going to nice 結果後來發現是nice 現在在get ready 這是過一半的時候要自己出門 剛剛主員他們就約我說 要不要一起去砍城 因為砍城其實離nice很近 就是大概45分鐘的車程 因為我很久沒有來尼斯了 我想說可以做一個尼斯的影片 加上我剛早上的時候就突然越進來 然後就有一點不舒服 所以如果我跟主員出去的話 就沒辦法慢慢走 覺得有人可以跟你一起出門是很好 但有時候我也會傾向你自己出門 因為自己出門就可以不要按照自己的時間 可能會去尼斯的舊城區 馬賽爾廣場跟太陽神噴泉 反正我就帶你們到尼斯走一走 然後出門了 然後呢最近接觸到一個香水的品牌 想說回來再跟大家分享 現在就是妝髮完成 超香的 這個口味是eat the peach 現在就跟我一起出門吧 我會覺得背景模糊 有一點小高級 因為前陣子不是買了新手機嗎 是用這個cinematic模式 就會對焦著你的臉 旁邊就會變得很模糊 然後就會變得很高級 anyway我們一起出門吧 等一下再試去塞行會爆走一波 所以穿球鞋還是比較舒服 夏天到了 大家都在這邊曬太陽 但尼斯的海灘其實不是沙灘 是鵝軟石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來尼斯玩的話 一定要自己帶那種比較厚的沙墊 因為他們不是沙灘 這一區是重有生的海灘 很多人帶狗狗來 有有 歐洲的春天夏天出了 漂亮 真的找不到別的信用詞可以寫 從飯店走出來已經走了20幾分鐘 連一個金錢都沒到 好 已經很熱死了 這海水本來真的有夠懶的 好可愛 好可愛 來到一個小孩的天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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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找一間 然後說 Tenise就好吃的Turato MGG 這個巷子會不會看起來太窄了 So pretty So cute 好可愛 你好 這間店很可愛 反正剛去上廁所就發現一件悲劇 我就發現我自己外露了 而且我已經活到18歲 幾乎每個月都外露 然後有點誇張 所以我等一下要先去飯店 就你們看有多誇張 怎麼那麼嚴重 很明顯所以我只問這樣去餐廳 等一下回飯店換一下衣服 再來試試吃飲餐 超可愛的 可以觸碰嗎? 哈囉 超可愛的 哈囉 超可愛的那個狗 我剛剛就說我很嚇一跳 有點短短靜啊 然後每個月都還可以 戴個什麼樣子 終於回飯店換完衣服 我剛剛就跟Isabella說 欸烈日下暴走7小時 好像又曬黑咧 看我色差 身衣真的是好都不行 這邊很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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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啊 啊 這樣就吃下來 今天從GET READY的時候 不算跟我們分享這一家香水叫IT ADDICT 他們家香水的特點就是不含酒精 大家都知道有含酒精的東西就很刺激 然後他們家的香水是不含酒精的 所以就是不刺激 孕婦使用的話也很適合 然後他們家的香水有兩種 一種是這種我們大家習慣的那種spray 噴的 另外一種是固態香水 就是用那種擠的 他們家出的東西都是淡香水 所謂淡香水就是它不是很持久 大概三到六個小時 It depends on the situation 看有沒有流汗啊什麼的 但我之前從小到大 習慣的用的那個香水一直以來都是淡香水 想要跟你們分享這兩個是我最喜歡的味道 香水這種東西 It tells a lot about a person 譬如說你走在路上好了 就有人經過那個人就是有香水味道 你就大概知道這個人大概是什麼樣的個性 什麼樣的品味 那就是a part of your style 我覺得個人的個性或是風格多多少少都可以從香水 來分辨 就是有些你聞到 這女生應該是有點走 我覺得比較hield day路線的 因為工作關係我們是服務業嘛 所以當然是要給人一種比較舒服的感覺 好的那我現在來介紹一下他們家一系列 我自己試用我一個多月之後最喜歡的兩個味道 我今天早上噴的Etherpy 701 這一罐是我在所有味道裡面最喜歡的一罐 它就是淡淡的那種蜜桃的香味 很像春天夏天的那種感覺 就像我在杜拜啊很常拋海邊 我都會噴這一罐 因為這一罐就是有讓人覺得是summer vibe 所以熬天氣我是覺得就基本上就很適合這一罐 就像今天早上 它會有兩層 你們看不看得到 喔看得到 好這邊 使用淺珠它先搖一下 shake it like you love it 這罐真的是我喜歡 因為它就是非常的清爽 應該這麼形容 清爽然後就淡淡的香 再來我很喜歡的另外一罐是 604 Before Sunset 它這一罐就是你看有橘色 它是柑橘跟橙花有mix在一起 它是那種淡淡的花香 它會給人一種比較成熟的感覺 前面是那種淡淡的花香 然後後面有一點木質調的感覺 所以給人家有一種比較calm 比較成熟的 這一罐是比較活潑比較跳 就是 depends on your personality 或是你平常喜歡哪一種 你可以從這兩種去做挑選 當然他們官網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前面不是有提到 他們家香水是不含酒精 你也可以噴在這邊 這邊就是大家平常噴香水都會噴的地方之外 你還可以噴在頭髮上面 因為是完全不刺激了 重點來了 我想要給你們介紹他們家的固態香水 因為我之前從來沒有接觸過 This is so cool喔 我已經試用了 為了拍這個影片給你們看 我把包裝留下來 它是這種管狀的喔 你怎麼打開這個 它是不是so cute 很高級 你這樣子 還有一個pin 打開 從這邊 這樣子給它 堵了耶 就可以打開了 我自己是很喜歡他們家的包裝 擔心不夠持久的人 就可以搭配他們家的固態香 這個是420 哈囉 可以對焦一下嗎 擠到這邊 一個黃豆大小這樣子 看到嗎 你就擠在這邊 420這一支它是有點偏百合花的味道 420我會搭peach 因為 either peach它就是蜜桃的味道 比較一點活潑 然後這個是百合花香 我覺得給人家一種比較沈紋的感覺 然後這兩個搭配起來我覺得很不錯 就是在上班之前我會換這個 然後這個呢我會戴上飛機 因為非常的方便攜帶 他們家的包裝的size是非常適合濾性 也就是說非常適合我 就會放在那個工作的口袋 之前就講過嘛 因為在這樣工作有點很乾 之外我們空服員的手也很乾 然後大家的那個waist coat裡面都會裝護手霜 就自從我們開始用他們家的產品之後 我就拿出來 然後大家說I want it as well 就是胃藥 可以擠一點給我嗎 我說不好意思這不是護手霜 然後我跟他們說這是perfume 然後他們說這怎麼那麼酷的包裝從來沒看過 結果被同事拿去用 313 0染香 然後我用這個鏡牌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剛剛拍的看不看得到 所以你就是這樣擠 欸看到我的老冷杯 哈囉 太赤裸了吧 Anyway 反正它擠出來它的質地就是這樣子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質地 就是這樣子 不黏 完全不黏 它又有一種 呃霧霧的感覺 就這樣就推開了 它就是菱蘭的花香 我自己個人是非常喜歡花系列 或是水果系列的那種香水 我不知道是不是給人家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很年輕的感覺 有嗎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313我就會搭配604 因為兩個都是花 這種這兩個搭配起來 就會給人家一種很知性的感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噴香水習慣 但我覺得香水就是很必須 因為它就是跟飾品一樣 可以點綴你 廠商好像有給我們10% 就是你如果用我的折扣碼的話 去官網下單 就可以得到10% off 有需要的觀眾朋友 可以在那個資訊欄找到連結 這一集呢就是非常的感謝 收到愛婷相分的合作邀請 那如果有其他廠商 或其他SugarDaily或SugarMommy 想要找我合作的話 也歡迎在那個連結欄找到我的信箱 跟我聯絡 我以為好好的review這些廠商的產品 分享我最真實的感受給大家 還沒按讚訂閱加分享的 麻煩 動作趕快 再次感謝你們就是的訂閱 因為我頻道在前兩個禮拜破了10 10萬 hello 要不要幻想得太美好 1萬 破了1萬 那就是感謝大家的訂閱 這一集就先到這邊囉 掰掰